字幕志愿者 杨茜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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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这里是杨茜零 我是杨茜零 今天我们要拆一个大家伙 空调 空调作为夏天的必备家电之一 很多网友都调侃到 说夏天都是靠它来训命的 空调正常工作时 是需要内机和外机的配合 但对于空调本身来说 外机才是它真正的核心 就像电脑 主机跟显示器一样 我们虽然看到的是屏幕 但其实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主机 这是一台海耳的空调外机 先看空调外机的产品标签 这上面是外机的型号 下面除了空调最大功率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那就是制冷量和制热量 很多人在买空调的时候 只关心体数的大小 其实功率的大小并不能反映空调是否高效 我们再往下看 这里写了空调的制冷剂是R32 加速量是1.07公斤 制冷剂R32环保高效 能效比相较于R410A 能高出约6% 制热性能高出约3% 往下看 防水等级为IPX4 属于防溅型 也就是说可以防止各个方向 飞溅而来的水侵入电气而造成损坏 首先打开空调上面的挡板 可以发现和低端空调最明显的区别 就是双排的散热管 一下天开制冷这个例子 液态制冷剂在室内蒸发器中气化吸热 变成低压气态 经过压缩机变成高压气态 再来到室外的铜管冷凝器 由于风扇加速了空气的流动 使得铜管冷凝器的效率更高 这时候铜管内的制冷剂温度下降 液化并且放热 变成高压液态 再经过膨胀阀使中温高压的液态制冷剂 通过节流元件成为低温低压的湿蒸气 再来到室内的蒸发器 气化吸热完成一次制冷循环 卸下所有固定正面挡板的螺丝 风扇的电机采用的是直流无刷电机 这种电机的好处是体积小 重量轻处理大 在内侧你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配重块 有平衡风扇降低噪音的作用 这款空调外接一共有24对铜管 比其他使用单排铜管冷凝器的外接 多了一倍的换热面积 再加上双条叠形桥片 使得散热效率成倍提升 我们可以看到主板是倒置的 这上面还有一块金属的盖板 可以起到防水的效果 相较于塑料的材质 它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 我们讲万一主板短路起火 金属是烧不起来的 也不容易发生火灾 来看这张主板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里有两颗大的启动电容 这个要是如果坏了的话 我们不能调掉不要 是必须更换的 那么继续往下看 揭开回收隔音棉 就可以看到压缩机和铜管了 压缩机的区域 采用了新型的广路布局 铜管走的比较少 这样做的好处有两点 第一可以降低成本 第二可以减少能量的损失 压缩机的上方 是一个钝昂的电磁四通阀 它的作用就是让空调 在制冷制热之间相互转换 电子膨胀阀是三花的 以前很多空调使用的都是毛细管 但毛细管只能起到一个固定的 降低压力的作用 而电子膨胀阀能实现制冷流量的自动调节 从而达到快速制冷 精准控温 节能精英等目的 从压缩机里出来的这根铜管 外径为8毫米 有些厂商使用的是钢管和镀心管 来传送制冷剂 这样的话虽然成本降低了 但是制冷的效果却远远不如纯铜管 而且铜管的耐压力比较高 同时又不容易腐持 所以说它的使用寿命相对来说要更长一些 制冷方面铜管的导热性也会比钢管和镀心管要好得多 焊接性能也会更加的好 最后说说压缩机 它采用的是三菱的双撞子吸涂压缩机 三菱电机的压缩机在行业内的地位 相当于我们手机行业的高通 倍速压缩机就像我们现在使用的 4核或者是8核的处理器的手机 运行速度会更快 而且更加省电 那么在零下32度到62度都是可以正常运转的 好了本期拆检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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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